蘇院長他過去擔任過這個臺北縣縣長 那上次也選過新北市市長 所以他對新北市市非常非常的瞭解 那當然我們也謝謝蘇院長 把過去他所競選總部的一些 不管是桌椅 我覺得那桌椅是形式上的東西 最主要是心法 就是說你對於這個新北市 那你有什麼樣的一些見解跟看法 那畢竟他現在是行政院院長 有中央的高度 來看整個新北 或是說台北未來的發展 他能夠協助我們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說國民黨當然會去見縫插針 說這個 譬如說像我們昨天的便當會 他就提到說這個行政部中立的問題 我老實講 那蘇院長他在中午 利用他這個休息的時間 那找我們議員過去 聊的就是市政的議題 因為他覺得說很奇怪 很多人跟他提到說 新北市很多的建設 他看侯友宜去不管是停車場也好 社會住宅也好 或是說這個其他捷運也好 很多都是中央的補助 那為什麼侯友宜過去不管是開工剪彩 就沒有提到中央 所以他也希望說我們能夠在地方能夠多宣傳說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的 你說現在斑斑有冷氣 這深深有平板 這也是這個中央的政策 那我看侯友宜到地方去說這個冷氣怎麼樣 這個冷氣怎麼樣 老實講這都是中央的補助 所以我們只是說利用這個場合 那這個蘇院長跟我們講說 那有一些中央的一些政策 大家好好去宣傳 自然這個中央做得好 執政成績高 對我們這個議員來講 或是對參選來講 也都會有幫助 那這只是就是說一個把市政建設 中央對於新北的補助 把它說得很清楚 那我覺得國民黨也要講說 這個是行政部中立或怎麼樣 好啦那宜政在這邊 他等一下也會講 那我就說 如果你再講這個行政部中立的話 那以後這個你在選那個議員連任的時候 那侯友宜就不要過去幫你站台 那侯友宜過去幫你站台 也是行政部中立 他是市長怎麼可以幫你站台 所以等等之類的 一個黨籍的市長 幫黨籍的議員候選人站台 是天經地義 那蘇院長是我們民進黨籍的這個行政院長 然後來指點說 我們這個中央對於地方的補助 那未來在地方多做宣傳 那不是為了對自己宣傳而已 也是對整個政府的宣傳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國民黨就不用在這個 在這個這個見縫插針 或是說在這個議題上面 又大做文章